好了 先来看冲绳县6号新增183例确诊 虽然时隔7天再度低于单日200例 但是单从星期天公布人数来看呢 还是在星期天次高记录 冲绳县现在疗养人数是2756人 以及中等症状患者有413人 这两个数字现在也都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最近一个星期冲绳每10万人 新增病例数是120.58 现在是日本第一 那第二名呢是北海道 他只有每10万人是新增病例数是39.72人 大约是三倍之多 也就是冲绳还是北海道的三倍之多 那厚生劳动省呢 现在接到冲绳县政府的请求 决定派遣由重症专家组成的叶克摩团队 要前往冲绳来支援 闯下全日本首例 现在安排的是四名医护将从6号到10号 进驻冲绳县负责重症的治疗 今天7号是中国大陆今年度的大学院校入学考试的高考登场 各地考场还是以防疫为重点 所有的事务人员都要接种疫苗才能到考场 而考生呢更需要事先接受核酸检测 同时追踪14天的体温 现在根据大陆官方的统计呢 今年高考考生有1078万人报考 创下历史新高 而考场要防疫 还要防舞弊 加强考生入场指纹比对 还有人证比对 以及照片比对 考后呢还要对考场的影像进行智慧筛查 而广东省目前现在有63.3万人 就是这些考生都要进行核酸检验 因为广东广州的疫情持续严峻 广州卫生健康委通报新增9例感染 累计94例确诊 广州和佛山升级管制离境措施 要求民众非必要不离开广州或者是佛山 不出广东省 而且从今天7号12点就开始 离开广州或者是佛山出广东省的 需要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现在全中国大陆就是两个高风险区 而且都在广州的立湾区 而为了要尽快切断这条传染链条 现在广州立湾区已经有18万人 被纳进了封闭式的管理 大陆现在有12个中风险区 广东有一个12个 那12个里头呢 其中广州8个佛山有3个 广州的官方提升防控措施里头呢 在这个中高风险地区 封闭区域之内的人员是足复出户的 那封控区域内的人员也止进不出 广州现在有一个火眼实验室 在6号的时候投入使用 那实验室呢只用10个小时就完成了基础设施的搭建 就是为了可以尽快使用 火眼一天可以完成15万管的核酸检测 如果采行的是十混一混彩技术的话 每天最高可以检测150万人份的核酸样本 现在是全大陆最高日通量核酸检测的实验室 看完大陆现在英国通报新增5341例确诊 比前一个星期又多了68% 同时在28天之内又新增了4个死亡病例 虽然现在英国已经有超过4000万人 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2700多万人接种了两剂疫苗 可是英国卫生大臣韩考克 向英国天空新闻网Sky News说 最初在印度发现 现在被命名为Delta的变异病毒株 比造成英国上一波疫情的 Alpha变异病毒的传染率高出了40% 这是韩考克说 他收到来自政府科学顾问机构的最新报告 韩考克说 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应该同样受到保护 不受任何一种变异病毒的侵害才是 但是现在根据英格兰公共卫生署的数据 被称为印度变异病毒的Delta变异病毒株 现在是英国最主要的病毒株 而英国在医院封城的时候 当时是因为肯特剧的 所谓的英国变种病毒Alpha变异病毒 现在韩考克也承认 印度变种病毒的高传染力确实比较难以控制 管理疫情也很困难 因此英国民众现在越来越担心 当Delta变异病毒株的出现 是不是会造成威胁到 现在英国政府即将在6月21号 要取消疫情限制的这个临时的最后期限呢 韩考克承认Delta变异病毒株 确实使得这个6月21号 这个解禁的推算更加困难 也就是说呢 要判断是不是如期可以解禁 现在时间还太早 还要看看这个一个星期 这个未来一个星期的数据 然后再进行判断 强调英国政府对于延后解除限制 绝对保持开放 但韩考克也有说 观察确诊数还有确诊之后住院的人数 现在目前对英国来说很重要 当前英国确诊数有增加 但是住院的这个数目呢 却大致是持平的 证明疫情和以往是不太一样的 而英国呢 也将未来几天要开放30岁以下的人 接种疫苗 前几天呢 就是英国才批准的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 接种辉瑞疫苗 英国很紧张 是因为印度变异病毒株 现在印度说部分地区 已经准备针对第二波疫情 趋缓要放宽封锁 结果呢6号还是新增了 11万4千多例的确诊 而这个数字呢 说是已经是两个月以来的最低数字了 死亡是增加了2677人 印度第二波疫情 现在目前在农村地区 持续的是蔓延的状况 但是在整个大都会区呢 是有趋缓的 像是印度最富有的马哈拉什特拉邦呢 他们的感染人数现在是印度第一 但是呢 已经计划从这个星期开始放宽 4月开始实施的严格封锁措施 这个时候印度的科学家提出警告 印度今年晚些时候 可能会爆发第三波的疫情 可能对儿童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就是因为持续要准备放宽封锁 但是整个确诊的人数呢 还是不是算是少的11万多 因为印度呢 在过去几个星期呢 已经在加强疫苗的接种速度 但是预计潜在了第三波疫情来临的时候 整个印度13亿人口当中 大部分的民众还是没有接种疫苗 现在13亿人当中官方数据 只有2亿3000多万人接种疫苗 来看到的是呢 梅根第二胎在美国加州产下女儿了 她取名叫做莉莉贝 当时哈利王子也有在旁陪产 那这个名字呢 说是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汉梅根照夫 这个哈利王子的已故母亲戴安娜王妃的名字 命名的英国首相强僧 还有英国女王呢 都有来祝贺哈利梅根的女儿出生 哈利梅根也有发表声明 表示6月4号 喜引女儿莉莉来到这个世上 女儿的美好超乎她们的所求所想 非常感激来自世界各地 给她们的关爱以及助导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呢 还是要感谢大家 给她们家的善待与支持 现在梅根还有莉莉贝母女军安 而且都已经返回住家了 您想知道最大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吗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天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 全球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